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一些动画片 比如《冰雪奇缘》 《驯龙高手》当中都多多少少地捕捉到了卢恩的痕迹 那么卢恩到底是什么呢 卢恩是一种文字 是一门语言 它更是智慧的结晶 为什么说卢恩是智慧的结晶呢 这就要说到它的起源了 我们都知道 我们博大精神的母语 有苍结造字这一传说 那么在北欧神话当中 这个造字的人就是众神之父 奥丁 奥丁希望人类可以学会说话 又有自己的语言 获得更高的智慧 于是他跑到智慧之泉旁边来寻求答案 智慧之泉呢 有一个看守人 他的名字叫做秘密尔 这个人呢 他是北欧神话当中的冰霜巨人 但是在之前呀 这个冰霜巨人和奥丁之间 因为一些小的原因 咱们今天就不细说了 他们两个产生了一些过节 于是这个冰霜巨人想 哎 你要来我的智慧之泉寻找智慧 那我得为难你一下 于是他告诉奥丁 除非你给我一只你的眼睛 不然我不让你的人类学会说话 说到这里呢 奥丁当即立一段挖出自己的左眼 交给了秘密尔 于是他便顺利的来到了世界之树旁 摘下了一截世界之树的木枝 并且插到自己的身体里面 在上面掉了九天九夜之后 终于悟到了卢恩的秘密 那么说到这里 有些热心网友可能要提问了 这个奥丁费了这么大功夫 又牺牲了一只眼睛 又要往身里面插木桩 还要在树上掉那么长时间 他终于得到了这个神秘的卢恩 他到底能用来干什么呢 就像我最开始所说的 这个卢恩啊 他只是一种文字 所以我们可以拿他来作诗 我们可以拿他来唱歌 我们还可以用他来写秘密的小情书 但是这些都是我开玩笑的 那么正经来讲呢 我们一般会使用他来作为占卜工具 其次呢 我们还会把它作为魔法应用 在北欧绝大部分的仪式当中 都会应用到卢恩符文 也就是说 他基本适用于神秘学任何范畴 所以说卢恩符文的用途 是非常之广泛的 那么我们使用卢恩符文时 都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我记得在通灵之战中 有这样一期节目 一个小男孩呢 离奇死亡 家人发现他的身上刻了一个符文 于是呢 参赛选手就被要求 要去调查他的死因 是否跟这个符文有关系 当然在这里 我就不过多评论啊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记住两点 第一点 不要随意往身上刻东西 因为真的很疼 第二点呢 不管在任何时候 我们去使用符文时 不管你是作为占卜 还是作为一些魔法仪式 甚至只是单纯的 希望他能带给你一些美好的祝福时 都要谨慎的去使用 心里要带有起码的尊重 那么在今天的最后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张图表 这个图表呢 是24个卢文字母 他们所对应的日期 那么我们需要拿着自己的 杨历生日 来找到你所对应的 这个卢文字母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卢文符文的一个占卜方法 首先一般就是 分为两种方法 也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 两种方法 第一种呢 就是比如 你有一个这个如泥石 然后你是在一个袋子里啊 也就是说把这个 装有如泥石的这个袋子里 拿在手心 然后心中默念 然后静心冥想 你想问的一个问题 将手中那个袋子呢 然后里面去 把手 针进这个袋子里面去 去拿这个如泥石 然后按照呢 就是把拿出来的如泥石呢 按照就是顺序 然后排列 然后进行占卜 然后第二种呢 就是将如泥石 倒在手心里 然后摸拈问题 然后再放在桌子上 当然是要把那个 刻字的那方面朝下 朝下的方向 然后你是如何洗的呢 是右手 然后按照顺时针的方向旋转 也就是说我现在的这个 这个方向是右手啊 也就是这样 这样充分的混合 然后如果要是圆形的如泥石呢 就可以先放在蛋的充分混合 然后再在右 右手的这个掌筋向下 然后停于如泥石上方的这个 7到10厘米 然后这样子去抽取的 就跟塔罗牌很相像 我们接下来讲这个 其实如泥石呢 一共有这个三种爱 它分别 首先第一组呢 就是这个Fria Fria本身它就是一个大地之神 太阳之神 所以说也是丰收之神 也是财富之神 然后这个喜欢去看的话呢 你们大家可以去百度摆一下Fria 然后我们来说第一个 第一个叫做废狐 然后所以说它的本意呢 是金啊 然后代表了英文字母是F 它也代表了就是战友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 象征财富的牛嘛 所以说物质上的一个 更多的一个收获 并且也代表的是一个 形式上的成功 接下来呢 第二个呢 是乌鲁兹 而它的本意呢 就是强壮 所以说它对应的英文字母呢 是U 它也代表力量 所以说正位呢 它也就是代表 你比较有朝期啊 或者是良好积极 强烈的去抗争啊 代表男性能量 然后接下来呢 是Sella Holmes 所以说它本意呢 是一个巨人组的意思 所以说在英文字母当中呢 对应的是TH 它正向呢 就代表的是通道啊 保护啊 意外的好运啊 或者是良好的健康状况 然后接下来呢 是ANSUS ANSUS它代表的是嘴巴 然后英文字母对应的是A 正向呢 就代表的是 表示一个讯号呀 或者是 象征着说出来的话呀 或者是说 你要当心别人给你的一个建议呀 或者是一个你的知识获取呀 包括一个紧密的一个字维 然后接下来呢 是Riddle Riddle它本身的意思呢 是一个旅程 然后它对应的英文字母呢 是R 所以说正向呢 它代表旅程啊 或者是也代表是 心灵上的一个旅途 或者是提高了 你自己的一个心灵层次 上面方面的 然后也代表的是 目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最佳的时机啊 适合讨论啊 协商啊 或者是你思考 做一些判断性 决策性的事情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到了这个KANO 然后它也叫KAN 所以说它的本意呢 是火把 火炬 那它正意思就代表 开放的 友善的 温馨的 然后热情啊 有动力精力旺盛 然后接下来呢 是吉布啊 它的本 本意呢 就是礼物 就是GIFT 所以说这个 英文的字母对应呢 就是G 它代表着合作啊 然后意味着一种物体啊 然后接下来呢 是5959 它的本意是快乐的 和平的 所以说对应的英文字母呢 是W啊 也是Monder 然后正向的 就是代表 比如说让你欢快啊 让你愉悦啊 然后成功的 好消息啊 比如说恋爱的对象啊 你工作很 让你很开心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第二组啊 就是Hugget Hugget本身 它就是守护之神啊 这个它有一个故事 就是和巨人族之间的故事 大家可以去 百度自行搜索一下 然后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组 这个第二组 第一个啊 也就是海格尔 海格尔 它本身也代表的是冰雹 也就是Hell 也就是H 然后所以说正向呢 就代表崩溃啊 一种强大的力量 主宰着你 这个有一点像高塔啊 所以说你必须谨慎的思考 因为它是外界的力量嘛 然后接下来呢 是Norsus Norsus 它本来就是需要啊 明文字母对应N 然后也就是大家的这个Need 然后它正向呢 就代表迫切了 任何事情呢 都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然后 但是看起来却很好 所以说 你会失望 然后你需要更多的是 多一点耐心 然后接下来呢 是Isa 然后它那个本意是冰雪 对应的字母呢 就是爱 然后它的意思呢 正向就是停滞啊 所有的一切都 都变得就是 怎么说呢 像冰一样啊 都冻结起来了 所以说你必须付出相当大的 这个耐心啊 还有一些 你需要尽下兴趣 等的这个机会啊 然后接下来呢 是Jera 它本意呢 代表年 也就是year 所以说它的英文字母呢 对应的是YJ YJ 然后正义呢 它就代表丰收啊 你收货呀 或者是你努力 就会有结果呀 然后接下来呢 是Esports 它的意思呢 其实是紫山树啊 也就是YEW啊 所以说它的英文 对应的是EI 然后这个正向的意思呢 就是防卫啊 武器 比如说弓啊 也代表是好兆头 或者是有一些延迟 然后接下来呢 是Vors 它这个本意呢 就是果实的意思 所以说英文字母呢 对应的是P 那它正位呢 就代表是创造啊 神秘啊 心灵的力量啊 惊喜啊 遇见的好事 然后接下来呢 然后接下来呢 是EZ 然后它本意呢 就代表保护防御 所以说对应了英文字母的Z 然后它呢 正位就代表保护啊 然后也代表说说 没同心的人 也会帮助你啊 然后包括也是代表了 就是说 你需要一种 成功的这种的需求 然后会有贵人去帮助你 而且它也暗示 就是你有什么想法 要现在去做 然后绝对不会失败 然后接下来呢 是索维鲁啊 它的意思本意思呢 就是太阳 也就是散 所以说它在英文当中对应的是S 它的正向呢 就代表是有进展啊 你通过完全可以顺利啊 通过考试啊 然后浪漫的事情啊 征服啊 胜利啊 权利 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组 其实它是第三组的名字 叫做Teer 其实它是一个正义的一个战神 因为它的责任 就是守护诸神的安全啊 大家也可以去摆动一下 这个神怀故事 然后呢 第一个呢 就是太阳斯 它的本意呢 就是战神 也就是这个Teer 然后它的英文字母 对应的就是T 正向就代表勇士啊 冒险啊 然后现在可以进攻啊 前进啊 就是代表一个勇气 或者是有决心的 这样的一个时刻 也代表胜利 然后接下来是Burkana 然后它的本意呢 是诞生 也就是Burn 然后英文的字母 对应的是B 所以说它正向意思 代表成长啊 新的冒险啊 孕育啊 生产啊 或者是它也代表着 一个结婚的一个征兆 然后你需要谨慎 然后也代表这个人很谦虚 接下来是Iros Iros它其实本意代表马 所以说对应英文呢 是E 但是这个马呢 它又是Horse的意思 对吧 然后正向呢 代表行动啊 改变新的开始啊 旅行啊 命运啊 兴奋 然后接下来是Minas 然后它的本意呢 是人啊 所以是Man 然后它的意思的 英文的字母 对应就是M 那正向呢 就代表自我 然后通常是事业呀 或者是居住计划的改变 或者是成绩的进展啊 然后成功 然后是Legos 然后本意呢 就是水 对应的这个英文字母呢 是L啊 所以说水代表流动啊 然后它这个也代表 你可能会远处啊 出国呀 然后也代表着不确定的事情 然后接下来呢 是Ingos 然后它本来本意 也是英格神的啊 也就是神 Ing 所以说它的那个英文 对应就是NG 正向呢 就代表的是 事情里完成啊 困难客服啊 目标得到了实现 然后值得就是 松一口气 然后也是好运会到来 它的逆位的意思呢 就是完全相同 和正位是一样的 只不过会稍微缓和一些 也就是说 它往往代表着 一个结束 一个定论啊 所以是Ing 然后接下来呢 是Author 所以说它的本意呢 是继承 然后它的英文字母呢 就是O 它的正向 就代表的是分离啊 必须采取一个新的措施 然后也代表的是说 也特指金钱了 然后接下来呢 是Ninja's 然后我不太确定 它的读音啊 然后本意呢 它就是日子 然后也代表 也就是day 所以说英文 对应的是d 那正向呢 就代表突破和转变 然后突破某种约束啊 或者是卸下肩上的 一个重任啊 就是一个这个意思 而且是一个幸运的改变 即使不幸的话 你现在目前不幸的话 也会能通过 就是这个抽到这个 也会你自己 就是转位为安 所以说逆向呢 它仍然是一个好的变化 但是速度比较慢 最后你还是会看到 这个胜利的曙光的 然后最后的这个 就很特别了 它是空腹 也叫word 所以说它就是 没有任何的 就是英文对应啊 因为它本意呢 就是象征着命运 也象征着就是神的意识 所以说正向呢 就是代表着 不可预知的命运 然后其实这个 跟那个塔伯里的 那个命运之轮 是异曲同龙之妙 或者是跟世界 有一种异曲同龙之妙 就是说你呢 你的困难及处境 是难以掌控的 而且非人力能够改变的 也意味着 它会有强烈的变化 但是你没办法去掌控 也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去左右这件事情 所以说在这个 抽到这个的 如果是逆向 其实正向逆向 因为它上面没有图案嘛 所以说你是 没有任何的正逆之分的 都是这一个意思 然后大家也知道 就是这个如逆史 那并不是我 特别娴熟的一个状态 但是如果大家 对本期的视频 有什么疑问的话 其实我个人可能 个人的力量 不太可能的 给你们做出一个 完美的解释 然后这期的视频呢 就是这么多 然后我们也感谢 小孙孙同学 然后小孙孙也是国内的 一个很出名的 如逆史导师 奥涵 因为奥涵老师 他是专门研究 这个北欧符文的 所以说也是很厉害 然后他是他的徒弟 如果大家想 对这个如逆史 有更好更多的联系呢 包括你们想去学习呢 你们可以去找一下 这个奥涵老师 然后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内容呢 就是这么多 谢谢拜拜